今天是星期三 三月要过了,还有一两三天就过了 今天是27号吧,对 27号 今天是检查细肉,鼻子的细肉 英文名叫做Polyps, Nasal Polyps 细肉这种东西啊,它很奇怪 如果是长在一个鼻子里面哦,你就必须去 你就必须切片去检查,看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但是呢,如果你的 你的细肉是两边都有长的话,就是左 就是左边的这个鼻子有长,然后右边的鼻子也有长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切片,那是正常的 很奇怪哦,两边有长细肉就是正常的 哦,是吃良性的,反而是一边长的话,你就必须去做一个检查 然后目前是,因为现在是午餐时间了 原本想说去吃午餐的 但是因为人潮,因为这个时候的人潮会很多了 所以我就暂时来这里 呃,松松筋骨啦 哦,然后拉拉担钢一下,拉担钢的 蛮不错的就是,它的 这个巴挺不错的,因为它的比较好抓 有些,但是以前的一些巴,就是我们 非常滑那种,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 都是拉那种巴的,非常非常的滑,然后非常 就是说你要拉上去的时候,有难度啦 哦,不好抓啦 然后这种比较好抓,这种非常好抓 因为很粗糙,它的巴很粗糙 还有就是那个,因为CGH啊,它有一个 也有一个extension building嘛 他们,呃,开了那个新的extension building 之后,它的那个 也有一间那个新的,新的这个 呃,coffee house 它卖的时候是蛮贵的 原本想说在那里吃的 但是想想看,哇,它的 它的鸡饭啊,诶,不是十块,是五块多解掉 哦,五块多解掉 怎么吃的虾呢,这么贵 因为一般的鸡饭啊,在其他的地方 他们卖大概是 呃,两块半就买得到的 两块半到,接一两块半到三块半吧 然后其他地方的鸡饭啊 他们的鸡饭五块多,哇,我随时的想 anyways 哇,妈妈,你的鸡肉 因为你的鸡肉是,诶,不是你的鸡肉 你的细肉 呃,不是切除了吗 其实切除也蛮好的啦,因为我们这种 好像for my case啊,我的 没有这么严重了 呃,就是说 就是说,通常常是早上 鼻子会阻塞咯,会clock住咯 然后它一下子就跑掉了 有些太严重的哈 两个鼻子都阻塞clock住啊 那种就必须去动手术了 所以呢 掌细肉呢 呃 怎么讲呢 有些时候就是挺麻烦的啦 尤其是你煮菜的时候 会会 会有一些辛苦啦 然后有些人甚至会留一些黄色的东西 那个是,它会属于说比较严重了 好 好 今天的天气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好 挺可爱的 风擦 挖了风擦 这个是我今天拿的药 然后呢 那些 那些boxes 和一些 和一些啊 exit reflux的药 啊 它有些药的就是 你你你跟政府拿哦 是比较便宜啦 好像for example 那个 你在外面买一罐大概是 10多14块左右吧 然后这个是你跟政府拿 因为它有subsidize嘛 它subsidize大概是 一罐好像是 4块多 或者是少过5块啦 我没有去看 所以我再去看一下 但是它那个噴的nasal spray是 nasal spray好像是25块钱一罐 nasal spray比较贵 那个是for controlling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 然后还有就是说今天他检查我的 检查我的鼻子的时候啊 他说我左边的脊肉不见掉了 然后呢 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因为我 我我我有些时候我会用那个 nasal spray 有些时候我不会用啊 哦 有些时候懒惰用啊 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我就不懂 就是说 我唯一的一个合理解释 为什么左边的脊肉会不见掉呢 很有可能是因为我常运动的关系 好了 啊 那个 那个脊肉就 就这样 然后就不见掉的 蛮奇怪的 今天蛮惊讶啊 他跟我讲说你左边的脊肉不见掉了 右边的还有在啦 右边的 哦 基本上他们给我们的nasal spray哦 它是有那些 steric的成分 哦 基本上是要control它 control到 还是你 maintain 或者是把它 一直喷喷喷喷喷 喷到它消除掉这样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这样了 好 ok 现在是要 然后 拉拉弹钢 就掉在三缸上面 掉掉弹钢 然后呢 就去吃东西 好了 就这样了 暂停 就在家里面 都要怎么着呢 都要的 是 对 对 可以